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水木杰羊 咱们今天又来玩一玩最好玩的国王模式了 但是我发现这个房间好像高手特别的多 关键高手多,那也架不住自己往人家枪口上送啊 刚才其实我就想试一下 我刚买的这个头盔有没有别人的子弹硬 结果我发现了,还是子弹硬一点 好,没事啊,咱们这回的话没有拿到命令者这个资格 那咱们就先玩一举小游戏 然后咱们下回选马再去争 看这回随机的是躲避手榴弹 躲避手雷的话,这个就比较简单了 基本上可能就是你来回跑的话都不会炸着你 哎,大哥,你倒是扔啊,大哥 咱们可以看到他这个手雷的轨迹 咱们躲了就可以了 还扔,哎,你扎不着 我去,这哥们,这速度不行啊,大哥 人家扔手雷扔的老坏了,你这手雷不行啊 你这速度你得提上来啊 好,这回加了800 他又随机一个跟着做一样的动作 这个就比较有难度了,这个 好,看一看这回是 哎呀,哦,有好多动作的 咱们得赶紧做 然后挥刀副武器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哎,等错了 前进,切换副武器 后退进步 后退蹲前进到开火 我去,这哥们这么快 他都做20个了 哎,等会儿 他25个做完了 完了 基本了 完了,基本了 好像没有能追上他的 我去,这哥们太狠了 这哥们 哇,这哥们手速可以啊,真的 好,现在两局小戏玩完了 咱们又要开始 去争这个 命令者的资格了 看一看这回我能不能争呢 其实呢,争不到也没事啊 你养个我有特殊的绝技 当国王 那就是 你给他踢了呀 谁当命令者 你踢谁呀 你踢不了的话 你会有你身边小伙伴一起踢呀 对不对 好,所以我啊 这只这个方法你知道就行了 你别往外传 等会儿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 哎,你过来 完了,没打死他 这个阿明他藏在这儿了 还有一个国王候选人 还有谁呢 他妈,现在是不是一对一 二对一 现在有两个普通人 有一个国王候选人 我估计基本了 呦,我去 这回阿明拿到了这个资格 那咱们看一看这位选手 他会选择什么小游戏呢 射击标吧 哦,这个的话 我感觉还可以 这个应该挺拿手的 这个 好,准备好 开始走 哎,我去等会儿 这哥们 他手速这么快 他一会儿标到十多个了的 等会儿 我就还往二十上标呢 我就这哥们手速这么快 完了,追不上了 追不上了 追不上了 这哥们标到三十了 这吃啥长大的 手速这么快吗 好像没有一个能超过他的 完了 底下的这些玩家都成了小绵羊了 这可啥整个人 你看到没 没有一个能完成的 哇,上面这哥们有点厉害啊 真的,这手速一般人比不良 我去老惨了呢 这怎么还要提一张呢 等会儿偷偷的点个同意啊 好,标外说 我估计提不出去 一般一开始玩的话 人家有技术在的话 基本上不会提的 除非有特别明显的那种开挂的 好,这回的话是射击数字标吧 射击数字标吧的话 4,6,7,9,11,12,14,15 完了,给我寄懵了呢 寄懵了 哎,大哥,你给我留一个,大哥 留一个 完了,就打完了 不是,这哥们手速这么快的吗 上回能赢 关键这回它射击数字标吧 一瞬间完成了它 真的呀 它射击这个数字标吧 它先要技术 然后它一瞬间完成了 这就比较诡异了它 好,现在的话 我和这个阿明又开始了一局游戏 上回打完之后的话 我跟着他又开始了新的游戏 看一看 这哥们到底是不是 视频前的你 如果存在防止时间短 勃起无力 硬度不够 中途疲软 阴晶短小 虚汗 阴囊潮湿 甚需引起的腰酸背痛等男性问题 可添加中医老师微信 8783400 中药秘方条理 对症下药 记住中医老师 问诊微信 8783400 海内外患者朋友 皆可免费咨询 这回我记住六个了 记住六个了 哎,等会儿 他给我留一个 不是,这哥们到底是不是挂 底下的人又是一个没有完成 这哥们凭借他惊人的手速 击败了房间的15名玩家 不是,这过分了 他的手速太吓人了 好,那咱们小伙伴可以在评论区 就是评论或者单目里边评论一下 这个阿明到底是不是挂 因为他射击数字标榜的话 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你看他们 哎呀,老惨了呢